吸烟和新冠肺炎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根据钟南山院士团队的研究表明 长期吸烟的人感染新冠后更加容易变成重症 几率是21% 而普通人变成重症的几率是14%左右 烟明的肺都变黑了 抵抗力自然更差 烟草烟物中本身就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 其中数百种是有害的 69种致癌物 吸烟者的肺部在这种环境的滋养下 根本无法抵挡肆无忌惮的新冠病毒 吸烟者一旦感染重症的几率变大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的科学家对此进行了分析 分析数据来自两个大型的数据库 包括了224名肺癌患者 胃癌变成正常肺组织样本 涵盖了不同的种族年龄性别的人群 男性和女性之间 大于60岁和小于60岁的人群里 肺组织的ACE2表达水平没有明显的差异 都会被新冠病毒医视同仁 而ACE2是新冠病毒侵入肺部粘膜 引起感染的主要受体 这样一来唯一体现差异的就是有没有吸烟 而吸烟者被组织样本里面的ACE2表达水平更高 因此也更容易被新冠病毒感染 但你知道烟草是怎么伤肺的吗 当你点燃香烟 开始吞如土物 一种黑色的油腻物 胶油慢慢的着落到口腔 开始覆盖和损坏牙齿牙床 使牙齿上出现黄褐色的烟斑产生口臭 与此同时口腔的邻居鼻腔 他的神经末梢也闻到了烟的味道 如果刺激严重将导致嗅觉完全失灵 随后烟穿过呼吸道进入到了肺部 清洁大师鲜毛首先感觉到了不是 渐渐的退化萎缩 对气道的清洁工作完全放任不管 任有外来不良物质的进入 日复一日开始咳嗽咳痰 随后烟进入到了肺泡 而这小小的肺泡本是氧气和二氧化碳的致幻中心 但烟雾含有的一氧化碳却趁 趁机穿过了这层薄膜进入到了血液 取代血红素里面的氧气从而造成呼吸急促 大约只需要十秒钟 血液流动就会把一种叫尼古丁的兴奋剂带到大脑 触发多巴胺及其他神经抑制的释放 这种大脑的分泌物可以直接影响你的情感 创造出快乐的感觉 因此抽烟非常容易上瘾 而尼古丁和来自香烟等其他化学物质 也会造成血管紧缩 破坏掉它的内皮细胞 使血管壁变厚 导致血流速度变慢 而血小板粘度增加 形成血凝块 更可怕的是 还会使人体DNA产生病变 形成癌症 吸烟不仅会使多个组织和器官致癌 还会导致视力受损 骨骼变弱 女性也会更难怀孕 中国的烟草销量居全球第一 在中国每天大约有5000人 因为烟草和二手烟暴露而失去生命 那如果戒掉这个患习惯 这些疾病又有多大的可逆性呢 你知道戒烟后会发生什么吗 戒烟20分钟 血压和心率开始恢复正常 由香烟影响的血管狭窄 而导致寒冷的四肢 也逐渐回到了正常的温度 戒烟两小时 开始喜怒无常 嗜睡或者是紧张到难以入睡 时不时的伸进裤兜 还想掏出一根烟 这是正常的戒断症状 对尼古丁非常渴望 戒烟八小时 体内的异氧化碳逐渐稀释 血液中的氧气水平恢复正常 异氧化碳和氧气竞争结合 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循环流动 恢复更多的氧气空间 你不再觉得凶闷气短 但此时尼古丁带来的成瘾性 依旧存在 戒烟第一天 血液和心脏回归到了正常 心脏病突发的危险降低 氧气水平上升 此时身体进行各项锻炼 变得异常轻松 戒烟四十八小时 尼古丁和其他代谢物逐渐消除 身体受损的神经重新焕发精神 嗅觉变得灵敏 赤麻麻香 身体也将进入到了排毒阶段 背部会慢慢的清除那些异常的粘液 对于吸烟重症者 七十二小时后 是最痛苦的阶段高峰 焦虑 抑郁 还伴随着头痛 恶心 痉软等症状 也有可能比平时想吃更多的食物 这种症状在一个月后才会正式结束 戒烟九个月 肺部的损伤几乎完全修复 咳嗽和呼吸短粗等症状也逐渐消失 戒烟五年 身体已经完成了自我修复 动脉和血管再次扩张 戒烟十年 身体里面的DNA修复能力恢复 患癌的几率下降到了百分之五十 但此时这个概率 仍是不吸烟者的一倍 最后戒烟十五年后 病发作的风险降低到了与不吸烟者相同 除了健康的改变 免疫系统也会有改善 不再掉大把大把的头发 皮肤也不会很快的老化 虽然戒烟是漫长的道路 但吸烟百汗无一例 除去昂贵的烟草费用不说 据统计 我国每年与吸烟有关的医疗费用 高达三百三十亿人民币 相当于一笔航天工程建造的费用 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 明天则是六月儿童节 两个节日无缝衔接 不是巧合而是在警示我们 不要让下一代在烟草的危害下成长 从今天开始下定决心 把烟戒了吧